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学书跟居然以往通通的不一样 它是针对这次演出的 更准确地说呢 是针对你的 来 坐 没问题 你先别急着答应 你先仔细看看 里面的条款可能有些可可啊 丁老师 我知道 可能因为上次 我做出过一些单方面改变的事 不是 我真的不是说你上次做的不对 而是那件事情提醒你 凡事你都得有约在先嘛 黄娘 这次咱们拍眼罗没有一株脸 可以说是海州市近一二十年 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化活动 有市政府的支持 上下主力 强大的宣传公司 可以说是凡事局员 所以必须确保万回一生 更重要的是啊 这次演出的成本 还关系到海州剧院未来几年的发展 所以我强调 凡事跟这次演出有关系的 不管是谁 无论什么理由 都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不然的话 大有的辛苦 就都是白费的 关于这份合同里啊 提到的所谓伪偿处法 今天那都是被外边看的 我想啊 你我之间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种 君子协议 就足够了 好 好 好 孟妮啊 这次从排列到首演十五场 我要求你 就是天塌下来 你也得要给我盯住 绝不能临时退出 我不管你是什么理由 能做到吗 丁老师 您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放心吧 就算是天塌下来了 我也会坚持完首轮的这十五场演出的 好 好 这我就发现了 丁老师 你是不是觉得 我有时候有点不靠谱啊 没有 没有没有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么多 我我就是把你误会 你 你没事 就随便问问 我您啊 我觉得 我觉得你这孩子啊 挺靠谱的 真的 就说你跟刘一鸣练四年这事吧 这么真诚 你说现在这孩子呢 有几个像你们俩这么稳定的 是吧 我给你拿点水下 来 喝点水啊 来 灵灵那小子千里点回来了 这臭小子 那天啊 我跟他在他爸爸的修车坟那里啊 我们聊了有 两个多小时 我劝他回来工作 把事业爱情都稳定下来 嘿 他还不敢回来呢 你猜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他已经适应了北京的商务 你是真害羞 谢谢 你叫梦妮啊 他没告诉你 选择这个戏 还是他给我的建议吗 没有 梦妮 如果这回的多秒 女主力 要是你 跟刘一鸣来呀 那就太棒了 真的 可惜啊 我这臭小子不肯回来 嗯 你这次签约的事 你没跟他说啊 我还没来得及 别跟他说 你先别跟他说 啊 等咱们手演的时候啊 我请他来看戏 我摊死他 说不定啊 看完戏以后 不用我说 他就哭着喊着 要加盟咱们海州剧院的 一定的 一定 你 你要是 要是 对灯呢 别弄错了啊 好嘞 我知道啊 好好好 别动 我丁院长 咱们这些衣服也该换换了吧 不是 别弄这些啊 这些啊都是临时代用的啊 咱们做的衣服还没有拿来 咱们做的 你的服装 完全按照咱们的设计色 把你拿新的服装 丁老师 我来排练了 好 来 孟妮啊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你的罗密欧 李栋老师 这位是孟妮 你的助理 你好 李老师 你好 助理 我发现哪 我的助理和罗密欧比起来 就是稍微有些大是吧 那还不是海州剧院聊的 行了吧 你又来了 少说没用的 李老师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啊 海州剧院方圆吉里内的人 差不多都见过 我就在隔壁开个饭馆 有机会去坐坐 我去过了 那我得谢谢你光顾我生意了 菜怎么样 还挺不错的 萌妮啊 你别看我们李老板 现在一脸沧桑 当年呢 可是我们海州剧院的希望之星啊 这好看不提当年勇啊 李老师可是我们前辈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自己大了十几岁呢 嗯 说实话 我还真没想到 现在还有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演员 还愿意来演舞台剧呢 我跟你说啊 萌妮是个好匹子 李东啊 你得好好指点指点啊 哪些方面做得不好的 你一定要指出来 我相信萌妮不会介意的 是是是 我求助不得呢 大家就别客气了好不好 好好好 那你们先聊着先熟悉一下啊 行 我去那边看看 我教过你啊 嗯 我的毕业大戏就是丁老师拍的 他是不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就算 简直像个笨子 丁老师拍戏是特别有热情 总会感染我们每个人 行 行了 你就熟悉熟悉这舞台啊 一会儿见 好 光海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 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全都改了 你脑子呢 你脑子呢 耳朵呢 还有 你现在今天跟丢了魂似的 之前的工作状态呢 关海 关海 听到了我跟你说的话了吗 听到了 站住 给我打起工作精神来 好 深情地注视这对方啊 再往前一点 好 记住这个位置啊 嘴唇是用来干什么的 信徒的嘴唇 是要祈祷神明 那我请求您的允许 把手的工作交给嘴唇吧 你的祈祷 以蒙神明准许 神明 请让我领受您的舒恩吧 喂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别再买刘大姐的鸡蛋了 那娘们的鸡蛋又贵又不便宜 而且还不让还价 行行行 我在排练呢啊 一会儿再说 刚才到哪儿了 鸡蛋的设计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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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商量 düşün Boris 您发赞的设计关机 您商量这账的设计关机 您方案没关机 决通广 决通广 我今儿给你这把剪刀是我大哥的意思 你以后再耍赖一次剁你一根手指头 两次剁两只 手指头剁完了剁脚趾头 脚趾头剁完了剁你命根子 听见了吗 还差了你 双门着地 又想你哥了 关 你怎么了 老大 出什么事了 跟哥说 要是出去就好了 我现在恨不得一辆车把我给撞死 兄弟 我喊 你一个大老爷问你哄什么哭啊 出什么事了 是不是你们家就没有人欺负你了 你说呀 我还是能照耀他就好了 都不知道 应该是跟姜天磊私分了 谁是姜天磊啊 是个比姜天磊更有钱的富二太 胖吧 对不起老大 我 我不是诚心的 兄弟 你一定能坚持住 你等给我回来 老大我该顿饭老大 我该顿饭 我来 怎么了 不开心吗 没有 想什么呢 其实这些天玩乐乐 倒是挺开心的 就是不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选模特 选模特是小事 我们玩得开心最重要 这些事对于你来说 也许真的是小事 可是对于我来讲 就不一样了 怎么会真让我生气呢 怎么不说了 突然间觉着特想我妈 记得以前她跟我说过 也想坐这样的豪华游轮 出海玩意吧 好 好了 就是这么的一晃 就是十年了 好 来来来来 同志们 同志们咱们继续拍戏 三分五场 朱烈卧室 所以说 这是人呢 你动 你动 拍戏了 拍手 来吧 好 多米欧 因为杀死了朱烈的堂兄 即将被放逐 在此之前呢 他们已经举行过秘密的婚礼 这场戏咱们已经拍过了 现在的三母五场 是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 真挚幸福狂欢的夜晚之后的生离死别 好 准备 准备 鸟鸣的音效 起 一缕阳光透过窗帘打了进来 还是 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一天亮还有好一会儿呢 那刺入你耳膜的 不是云雀 是夜莺 相信我爱人 那是夜莺的歌声 那是暴晓的云雀 那不是夜莺 瞧爱人 那不作美的晨曦 已经把东边的云彩 相上了惊险 那夜晚的星光已经烧尽了 我必然要找尋别的出路 或者留在这里 束手等死 好吧 我的爱人 我愿意说那天边的云彩 那不是黎明睁开的眼睛 那响彻云霄的歌声 也不是出自夜莺的喉声 我巴不得留在这里 永远不离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您说 我的爱愿 那我等电话 好嘞 好 谢谢啊 好 再见 张老师 李大 我跟你说过排练的时候 要关掉手机 或者把咱们跳到惊艳 你做不到吗 不好意思 我忘了 下不为例啊 下 继续 继续啊 好 我巴不得留在这里 永远不离开 来吧 死神 我欢迎你 只要这是朱莉莉的意思 我毫无怨言 来吧 我的灵魂 天亮还早着呢 让我们好好谈一谈 不 天已经亮了 已经亮了 快走吧 快离开我的怀抱吧 用叫醒的歌声 吹出你灯程 天亮了 天亮了 我们悲哀的心 却越来越灰暗 好 来 马上 小姐 你的妈妈就要到 你的房里来了 天已经亮了 小心点 好 朱莉莉 往前走 往前走 好好记住 将来窗台的位置就是这个 来 开始 窗啊 让白昼进来 让生命出去 再见吧 再见吧 我的爱人 再吻我一次 我这就下去 你就这么走了吗 我的夫君 我的爱人 你 再点拍摊成打电话 我这一回 我这一回 你怎么回事啊 喂 夏导吗 我是李栋 放心吧 我一定到 你告诉我时间吧 好 你还要散开 哎 疼走了 这里也太疼了 tech 累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 嗯 再见 二十八八 明儿见 看什么呢 你们快来公演了吧 到时候要来看啊 我不去 为什么 我估计我看到你和其他的男人在那生生死死的 我可受不了 你这叫不专业 人家那叫戏 说对了 我本来也是个商人啊 本来也不专业啊 送你的 给我的 嗯 你不会也是半夜十二点给我抢的话 你怎么知道 呦 现在洋起了 谢谢了 上车 你看 我还可以 赶紧 好 好 有点 放开 哈 所有选择出来 妈 明明 没想到吧 还是讲懂事 听说你想我了 就把我给接来了 开心吧 开心 拜拜 拜拜 太坏了吧 还好 你说戏都拍到这个份儿了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 我也没办法 我怎么知道突然间这个时候会有辩识剧来找 而且还是个男三啊 我不管你是男三男一 我就知道你是居然的正式职工 正式职工怎么了 正式职工能多拿钱吗 可是这是 这是演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等等等等 现在连伦理道德都不讲 还讲什么职业道德 不 好 好 不是 那我去告诉你 我绝不会 你 绝不会 你知道吗 你说咱们拍这个戏 有多不舒服 你不比谁都清楚 不是 现在都是 谁还来看话 你把块钱放开话去 当初我跟大家都说好了 对不对 你说好了有什么意思 可最后呢 变化的事情 还会比说好的事情多 我不跟你撑 来来来 大家继续拍戏 我跟大家讲 再过半个月 我们就要公演了 所以我要求大家 公演完了我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是要回去做我的老板 可我要是今天那电视剧里 说不定我就能够嫌语翻试 那我们这个戏怎么办呢 那我的损失怎么办呢 那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损失 损害大家的利益 牺牲剧院的利益吧 那大家和剧院又给我什么呢 我十年的青春 我十年的青春 转号才赚了 大家帮我收杯了吗 剧院给我力赚了吗 你以为我愿意当老板 我愿意每天带着笑容 陪着那帮孙子 陪着那帮吃饭的 我是非非无奈的 我也想赚大钱 不要把我年轻的时候 没赚到的金钱 没赚到地位 没赚到名声 全部赚回来 老爹 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画剧 画剧他已经死了 不管画剧死没死 至少我还活在这儿 李栋 只要你今天敢走出这个排论场 我喝出去这个院长 我不当了 我也要开除你 你随便 好 同志们 虽然没有经过院委会党委会 但是作为院长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李栋自动离职 从今以后 他再也不是海州剧院的正式职工 现在还有谁有自己非要做事情不可的话 请举手 我一样发给你 我一样发给你 感谢在场的每一位坚守画剧的同仁们 谢谢 朋友们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我们这个戏一定会准时公然 一定会成功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我们一定会找到一个真正的罗米罗 一定的 好 同志们 咱们这场戏跳过去 接下场 准备 还你准备 你说小姜这孩子啊 就是懂事 人好 又有钱 这么好的人你打着灯了你都找不着啊 你再看那关海 竟然跑到家里 是我不可理喻 说你要是平平安安的回来 他什么话都没有 你要是哭着回来 他就跟我没完 反正是骂名我都替你背上了 妹妹啊 跟这个小姜这边呢 你就该怎么发展就发展了 好 好 来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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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送我女朋友吗 愿意 还愿意 愿意吗 丁老师 一秒 怎么一天都打不通你的电话 我不在现场拍戏了吗 可能这边信号不太好 怎么了 马上回回海州 我请你演罗密欧 丁老师 您别逗了验什么 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只有你最合适 现在离公雅还有十多天 你的情况我最了解 当年考学的时候 你不就把罗密欧 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丁老师 您没事吧 就首先您没提前跟我说 然后再一个我没准备 海连你不用准备 我告诉你 现在可不是救场如救火 而是救场如救命 现在形势有多严峻 我不用跟你多守 但是有一条 这部戏 就是你丁老师的命 丁老师现在的命 就攥在你手里 你看着办 别开玩笑了 我这大半夜在这儿等夜戏 挺吓人的 您还吓我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 所谓海昼 就你丁老师 二的 你过半个月以后你再回来 回来直接参加你丁老师 在哪儿 不是丁老师您等一下 您稍微冷静一点 行不行 您告诉我到底为什么 成吗 咱这事就这么丁老啊 喂 下午大理你来干嘛呀 我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你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有什么我不放心的 一大盒人 吃饱饱 快快快 喝点热水呢 哪儿哪儿呢 我发现你现在是 越来越细心 你越来越体贴了啊 吓出什么呢 我怎么就吓出了 快喝点热水啊 我们今天丁老师 还发短信来着 我说明天啊 叫常去排店 明天 你有什么缘我找到了 知道 你们那丁院长啊 你们那丁院长啊 就是一戏痴 不过我还挺崇拜他呢 我可告诉你啊 你崇拜他可以 这别人可不行 你还笑吗 我要不是顾忌你们丁院长的感受啊 我真希望你们那个戏啊 干脆别排 干脆别排 因为不管是谁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都别扭了 就连李栋这样的罗米欧也能吃醋啊 没错啊 你看每次排练他把你给累了 我就不高兴 还有 我一想到你要跟他喊十山盟呢 我就替你委屈 那行 那要是我找一个像样的罗米欧呢 那也不行 那样的话 他也没有安全感 我发现啊 你现在比以前话多了 真的 那你培养培养我 干脆让我去演的 我看行 要不这样 要是明天我们丁老师 还是没有找到罗米欧的话 我就跟他大力推荐张志宏张总 你饶了我吧 我要是有那本事啊 就好了 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啊 我帮你买了好莱坞版的罗米欧 朱莉 我带了好莱坞版的罗米欧 太好了 那你跟我一块看吧 让他出来吧 客人们都好吃的 看看 莲莲啊 好 你真演戏的时候 会不会也像电影戏里那样 就全部都用感情去演啊 我可是专业演员 我可是专业演员 分得清晰的西纳 我看看 我看看专业演员 真专业 专业 你害人 你看不看 看 看 乘坐CZR37的旅客 请注意 您的航班现在已经开始轮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的航班 您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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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不下雨的话就不用来接我了吗 你是没下雨 但是从早上起来之后 就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可能不来 行了 张编剧 我看你真快成一编剧了 走 上车 走 请 小姐 莫妮 我决定了 我最近还是勤奋一档 每天接你送你 免得让那个新来的罗密欧 穿了我的空子 你怎么那么没自信啊 谁说的 我可不是对我自己没有自信 我之前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只是有个大概的调解 昨天看了电影之后 我才发现 桑士比亚的台词啊 还有啥场力 我还是小心点啊 怎么样 怕了吧 哼 我会怕 寒暄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旧场如旧火 这次你肯来救我 我就说一句心理话 谢谢 丁老师 我那不是来救您的 我是来给您当电备 去 不能这么说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你说这次咱们拍戏啊 势力支持 经费充足 天使地利 多好的机会 啊 结果李栋这混蛋 他就给我来了这么一场 好 我觉得这次李栋啊 他确实有点过分 嗯 不过这也算是塞龙芝麻吧 他要是不撂条子 我哪儿请的东西啊 哎呀 听老师啊 您就别俗啊 哈哈哈哈 对了 咱借一次朱丽叶 谁也 哎呀 咱们的朱丽叶 朱丽叶 朱丽叶我拼他 哦 反正我是百分之一百 相信您的眼光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大家准备准备 丁岛啊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啊 诶 我没有丁的吗 对啊 谁是罗丽叶啊 丁岛没说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 应该会和丁岛一块到 哎小赵 你直接告诉我们 是谁不就得了 跟丁岛一样 跟咱们卖关子 是 对啊 不是我卖关子呀 伯爵先生 我现在也真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丁岛以前 带过的学生 这么急 肯定先拿熟人看的 要不然的话 也不一定赶得上 也对啊 好了好了啊 大家都毕业下载了 赶紧走戏 赶紧走戏 一会儿丁岛到了 不然大家又挨骂了啊 快 我去看一下 丁岛来了没 神父 来 李明儿 来 丁老师 怎么那么开心啊 当然了 我的罗明儿来了吗 我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 还好吧 你看 不错 来 过去 小康儿 这个就是咱们楼台会那个景 对 主要是一写实风格为主 朱莉 有点协议 我的好奶妈 我来了 快告诉我 我的爱人她怎么说 你的爱人说 她被放过 来来来 停下 停下 来 我隆重地向大家推荐一下 这就是你们看见过的 来 李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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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啊 李明儿 你怎么走啊 人潮在多阴 谁胸过太多 心想的故事啊 李明儿 你这是跟谁啊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走啊 啊 你跟谁嘛 不怪我 怪我 怪我 多怪我 我哪知道你们早已经分手了呢 前两天我跟孟妮谭 还说你们俩多稳定多好 她也没跟我 我 我还以为能给你们俩一个惊喜 李敏啊 你看这么着啊 咱们俩先讨论一下工作方法 丁老师啊 还供什么做方什么反 我要不是精神分裂 一山到五天什么都忘了 就算我是精神分裂 孟妮她可以吗 她能做到吗 您趁着还有时间赶紧换人 不是呢 到这个时候你们叫我到 到哪去换人呢 她要是有合适的 我何必大老远把你从北京叫回来呢 李敏儿 生活是生活 艺术是艺术 你说像你这么优秀的 咱们要来 丁老师我一点都不优秀 如果完全是你 你能演吗 我能啊 你演不了 是 我演不了 但是我相信你 艺术 艺术 我跟你说实话 你现在救的不是这场戏 你救的是剧院上下百事好人 你知道吗 对不起丁老师 我现在连我自己都救不了了 是啊 你也不是我们剧院正式的直播 那好 那你就不再跟你妈妈好好吃顿餐 对不起 其他的事 咱们回头再说吧 咱们回头再说吧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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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你小子怎么了 续续明智 坐下来 我说你小子续什么续明智 等秦斌啊 等秦斌啊 他不回来我不挂胡子 我说这秦斌回来以后 如果跟那姜天为好的怎么办 你来在家里走 不要 lange 这些烟 你等着再说吧 你说说你吧 不是在北京也被谁给甩了吧 又抽过你 头两天我看见叔叔了 他说你前几天刚回来了 怎么又回来 不是